大家好,欢迎来到Unique France,我是云 今天想带大家一起看看我们住的地方 Luménie Lausanne,是诺曼底南部的一个小村子 提到诺曼底,大家可能首先第一反应就是诺曼底登陆 但是,你们知道吗? 其实诺曼底有非常著名的圣米歇尔山 还有印象派画家莫奈 他也是在诺曼底住了很长时间 还有中复者威廉,他的故乡也是在诺曼底 当然了,最最重要的是诺曼底还有非常非常非常可口的奶酪 那就是卡蒙贝尔奶酪 谢谢你诺曼底 我从小在兰州长大,后来上大学的时候去了上海 然后又在东京生活了六年 所以你们知道了,当我来到Luménie Lausanne的时候 当我得知这里只有200人 你们可以想象我是有多震惊 但是说真的,我爱死这里了 大家一起来听听看我每天早上起来听到的声音 对了,什么都没有 Luménie Lausanne是一个非常非常年轻的小村子 这里没有一家商店 住在这里的人们都非常的善良 他们每天过着非常悠闲的日子 而且呢,这里因为地势比较高 所以你在这里可以看到周围的美景一朗无语 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这条乡间小路通往附近的一个眺望台 小路两旁的农田组成了典型的诺曼底市田园风光 在当地被称作Boccage 看看这片绿色 等一下 我觉得 我不能再吃奶酪了 在多数的情况下 从这里看过去可以看到远处的圣里希尔山 但是今天不错巧 趁着太阳还没有下山 我们打算去朋友家串串门 在这里看过去 好 走 我看的 那样 有点 导泡 中文字幕——YK 是我们的朋友Michelle和Philip家 他们是一对夫妇 他们是非常典型的诺曼底农夫 他们的主要工作是什么呢 就是照顾他们的牛、鸡 所以他们每天早上就起来得非常非常早 他们每天大概五点左右就起床 起来之后呢就要去喂牛、喂鸡 然后白天还要干什么呢 白天要去他们的田里种庄稼 照料他们的照顾他们的庄稼 他们会种一些比如说玉米啊 还有一些古物 因为诺曼底大家都知道吗 是非常著名的农业大神在韩国 然后因为他们家离我们住的地方非常近 大概也就走路几分钟 两三分钟就到了 所以我们经常会互相串门 而且我们每次到他们家来 基本上基本上每次到他们家来 都会得到免费的新鲜牛奶 一大瓶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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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们幼稚的幼稚的幼稚 我们生活在辩聚中的辩联系 我们很喜欢的 你什么是最好的东西? 我们非常好看 我们的幼稚的幼稚 我们在家里看到了森-michel 非常好看 我们很喜欢的幼稚 每一次你做了一串很困難的工作 你一直在笑你 是你的秘密? 我们爱我们的职业 我们是肥肥的 我们爱我们的野兵 我们担心他们 我们要求他们最好 我们要求他们最好 我们爱我们的野兵 是一种热情的热情,我们爱我们的狐狸,我们有100%的热情,我们有一个热情的热情,我们有没有热情,我们有没有问题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我刚才光是站在那里看就已经觉得特别累了 通常他们这边来挤完以后 他们就会给我们一瓶特别新鲜的牛奶 那么现在我们先让他们继续工作吧 我们先去那边看看村长在干什么 这儿吧 字幕志愿者 杨茜 杨茜茜是一个公司的300住宅 它是完全的地方 这个公司参加了很多旅客 旅客公司参加了 优优优独播放 是一年代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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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有很多的尊重 旅客公司 也有很多的尊重 旅客公司 也有很多的尊重 旅客公司 你会发现 大人的大人 旅客公司 你会发现 这个公司 也有很多的尊重 冷静 和平静 和平静 的风景 这公司 非常合适 对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对法国文化感兴趣 想要了解更真实的 法式田园乡村生活 就请继续关注我们 或者给我们留言吧 接下来我们还会带大家去看看 更多鲜为人知的 法国小镇和村庄 当然了 如果你打算来法国旅游 想要一点建议的话 也欢迎联系我们 好了 为了有力气 继续拍视频 现在我要去吃点奶酪 补充一下体力 Peace Bye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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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